13屆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 新闻发言人吴谦 其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天下并不太平 国防必须强大 今年中国国防费 适度稳定增长 比上年增长6.8% 去年中国经济率先走出 新冠肺炎疫情阴影 实现正增长 对于今年国防费预算的安排 吴谦回应记者表示 中国政府坚持 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方针 合力确定国防支出规模 2021年全国财政安排 国防支出预算 13795.44亿元 其中中央本级安排 13553.43亿元 比上年预算执行数增长6.8% 吴谦表示 增加的国防费 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按照军队建设十四五规划布局 保障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启动实施 二是加速武器装备升级换代 推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 三是加快推进军事训练转型 构建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 改进和完善训练保障条件 四是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改善官兵生活福利待遇 服务军队基层建设 吴谦还表示 当前国际安全面临的不稳定性 不确定性更加突出 我国国土安全面临的风险挑战 不容忽视 针对当前的复杂形式 可以说天下并不太平 国防必须强大 吴谦指出 国际社会对中国军队提供公共安全产品 有更多期待 新冠疫情以来 中国军队通过疫苗援助 派遣专家组等多种方式 向国际社会提供支持和帮助 中国国防费的增长 是维护自身安全与世界和平的需要 继续保持适度稳定增长 正当合理 无可非议 此外 在回应大陆或遗物促统 美方论促大陆停止对台施压时 吴谦说 愿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 争取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 但绝不容忍台独分裂势力 分裂祖国 历史证明 那些妄图分裂祖国的坏分子 绝不会有好下场 中国必定实现完全统一 中华民族必定实现伟大复兴 这一历史大势 是任何人 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我们愿意为和平统一 创造广阔空间 但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 留下任何空间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神圣职责 我们的能力始终都在 意志坚如磐石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